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重要的那一部分 第一节 我开始 于是个人都回家去了 耶稣却往橄榄山去 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石被拿的妇人来 叫她站在当中 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 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 你说该把她怎么样呢 他们还是不住地问她 耶稣就直起腰来 对他们说 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 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 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 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 只剩下耶稣一人 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 耶稣就直起腰来 对他说 那些人在哪里呢 没有人听你的罪吗 十一节情 他说 主啊 没有 耶稣说 我也不定你的罪 从此 不要再犯罪了 我在每一个阶段 读书 工作 教书 在军中服役 到后来做传道人 又到大学去教这个 罪语法 在淡江大学 我中间有好几次 我就 我会想说 我如果不读法律 不教法律 不从事法律的业务 或职务 然后我就去读神学院 不是更好吗 说不定我现在六十五岁 已经可以做神学家了 对吗 可是神却让我走法律的路 其实我走了很多 我走了很多 然后又去研究这些东西 后来我就发觉 对我最大的好处就是 在读圣经的时候 我不会轻易放过任何一个字 因为那个字 多一个字 少一个字 连法律上都知诸必教 对吧 那进到圣经里面 不是更麻烦吗 而且圣经是翻译再翻译的 所以一定要弄清楚 这个字的定义是什么 如果没有弄清楚 那么以额传额 或者插之豪里 就没有以千里 所以我就是非常仔细地弄圣经 其实我可以告诉各位 最大的好处就是我自己 因为我大部分的事情是清楚的 我大部分的事情是清楚的 你知道你清楚一件事情 跟不清楚一件事情 你的内心的笃定性是不一样的 我的同学 在我三十岁左右 他们都已经可以同时拥有两辆车了 三十多岁的时候 三十出头的时候 他们可以同时拥有两辆车 一辆是很高档的 高级的车 一辆是代步的车 我有一天 手上有七万块钱的钱 我就跟邱华说 你知道吗 我们也有七万 因为邱华跟我同班同学 他看着我跟我说 某某人 某某人是我们班同学 那是成绩后段班的 所以人家都已经有七百万 没看到像你这么高兴过 可是对我而言 我知道我在做什么 而且我也知道 这个的价值是什么 我就觉得非常的笃定 我会告诉各位 我在我一生当中 我一直都认为 不是我是最好的 不是说我是最好的 那是客观的评论 是我认为 我现在做的这件事情 是我觉得是最有价值的 这跟别人没有关系 对不对 我有一点点的疑惑 是我49岁到54岁的时候 五年 但那五年对我来说 是更好的帮助 因为我就把我的人生 想得更清楚 就是假如全世界都误会你 你还要做这件事吗 对吧 全世界都误会你 你还要做这件事吗 这就是我在 我人生当中 我非常非常享受的 即便到现在 我也觉得太棒了 那这里面有一个事 如果你弄清楚之后 你知道 你就会觉得 人生就是太舒服了 就是耶稣说的这句话 第七节 因为耶稣正在讲道的时候 就文士法利塞人 把一个正在行营的妇人 推到前面来 众人都看见了 他们问耶稣说 这个人应该怎么做 那耶稣最后的判断 是第七节的下半段 他说你们中间 谁是没有罪的 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 就这样子就过了 他们在圣殿里 有文士法利塞人 众百姓和行营时 被拿的妇人 当然这个是一个被告 对不对 或者应该是说 可以执行的 确定可以执行的人犯 这样 耶稣就讲了一句话 他说 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 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 上上礼拜 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每一个字我都解释过了 包括先是表示第二个 就可以是有罪的人 对吗 我是不是好像 把你当成上课了 对吗 可是我告诉你 这个东西是要很清楚 你一旦清楚之后 你就会觉得说 原来这句话 先这一个字就 就让我们知道 no exception 就没有一个例外 只要有一个例外的人 就可以动手了 所以当时所有的人都认为自己是有罪的 耶稣的意思是 罪 sin 不是crime 因为这个是crime 从sin来的 那个是后面 sin并不是从一个人的外表行为来界定的 因为罪是从一个人的内心发出来的 所以一个行淫的妇人当然有罪 当然有罪 因为他已经有外表的行为了 对吗 可是如果一个人他没有外在的行淫 可是他内中已经有了这个犯罪的思想动机 你注意听 只是因为环境不许可 或他自己有其他因素的阻却 使他暂时没有这个行为 在基督的信仰里面 或在基督的观念里面 他并不认为这个人没有罪 或者没有罪性 那我举例 举例 我从小都是好学生 你知道好学生的定义是什么吗 好学生的定义就是 成绩好 品性好 那我从小学 就成绩好 品性好 小学 中学我也成绩好 品性好 所以 我有一个丰功伟业 就是我小学一年级一直到六年级 都是全班第一名 而且几乎所有的时间都是模范生 所以开玩笑地说一句 谁跟我同班 谁就倒霉了 就是你也不能拿第一名 你也不会是模范生 我在小学六年级的时候 转到一个学校去 我是第一名 我毕业的时候是第一名 结果那个老师来跟我商量 我的班老师来跟我商量 他说你不仅是全班第一名 而且我们把你从别的学校成绩调过来 跟我们这样比 然后这一个学期 这两个学期过了 你还是第一名 可是我可不可以让你做第二名 我问他为什么 他说因为人家读了六年在这个学校 他都是第一名 结果你来了他变成第二名 所以可不可以毕业典礼的时候 你不要拿县长奖 你拿市长奖好不好 因为我是台北县毕业的学生 我就说好 然后他老师还告诉我说 事实上你是第一名 全校第一名 但是你只能拿班上的市长奖 可以不可以 可以用手机 你知道吗 可是这个并不影响 因为我到大职国中 大职国中在我那个年代 大职国中是公立里面 最好的两三所嘛 一种叫大同 一种一个叫做大职 对吗 其他都是私立 私立有在新复新 什么 很多很好的学校啊 我说还有南门也很好 我那个年代 所以我是那个年代里面 大职国中第一名毕业的 好学生嘛 成绩好嘛 品性也好 可是你们不做好学生 你们不知道好学生的痛苦 真的 你不要 你弄明白了 你就知道 我告诉你 我为什么会做好学生 解密 我为什么会做好学生 答案就是我怕被骂 我怕被念 我怕被老师骂 我怕被妈妈念 我怕被老师打 我怕被同学打 我为什么品性好 很多坏事我不敢做 你现在问我 我敢讲的 以前小时候不敢讲 现在已经过那个时间了 我不敢做坏事 并不是我不想做 而是我没种 就是我不敢做 我不敢做 我每次到了要做坏事的时候 我就说算了 如果你现在问我 一个人如果不读书 成绩仍然可以很好 他读书不读书 我是不读的 因为本人并不笨 你听到吗 读了个半天 对不对 也是第一名 不读的也会第一名 你觉得我要不要读 那你跟我一样 如果做坏事 不会被抓 你猜我会不会做 你会不会 不会啊 你高估你自己了 我告诉你 如果做坏事 不会被抓 你一定会做坏事 这就是人 这就是人 没有一个人不是这样的 我从小就认识这件事情 所以我是一个好学生的缘故 就是我最后下一个结论 就是我就是没种 我稍微带种一点 我就不再怕这个事情 可惜我从小就一直怕 怕被人骂 怕被人看不起 我的名誉很重要 我怕人 我喜欢人家称赞我 我就被这样子拱出来的 所以到了49岁的时候 神说我一次帮你解决掉 你以后再也不用怕了 就是我让你名誉扫地 到永不翻身 跳到黄河 淡水河也洗不清 你一次解决 你知道那是对我是 人生最大的释放 原来不要名誉也可以 活得很好 可是那个已经不是负面的了 因为后来我又读到奥古斯丁 奥古斯丁什么说呢 他说名誉是不会失去的 或者这样讲 名誉是不会被失去的 我突然觉得说 原来名誉不是别人判定的 名誉是神判定的 他讲了几个东西 是不会被失去的 他讲了三个 第一个 生命是不会被失去的 第二 女人的针钞是不会被失去的 第三 所有人的名誉是不会被失去的 那因为我不是女人 所以二我比较没有概念 但我知道二对很多人很重要 但三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因此我对于罪的事情 我有很多很多的思想 就是到底什么是罪 到底什么是罪 耶稣讲什么是罪呢 他说罪是每一个人都有的 谁是没有罪的 谁是没有罪的 但当他这样讲的时候 他是说罪是从内心的角度决定的 内心的角度决定的 一个人不是外面没有罪行 就证明了里面没有罪性 对吗 不是外面没有罪行 就证明了里面没有罪行 不能这样证明 所以我告诉你 我为什么当时学小时候成绩好 功课好 就是因为我看中外面 可是我里面我没办法约束他 我没办法约束他 我恨人 我恨人 我讨厌人 我骄傲 我非常骄傲 我诡诈 因为只要外表不会被抓到的事情 我里面 你怎么知道我怎么想 我上个礼拜不是告诉你们吗 人心隔肚皮 而且还隔两张肚皮 像我们这种又有枝油这么丰富的 对不对 那你隔得更严重 你根本不知道我在想什么 这就是人的一个内在的 一个内心的一个情为 其实一旦有了某些条件 这样的罪就会发出来 所以当耶稣问文士法利赛人 跟会众说 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 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 你知道吗 其实在他们当中 并没有另外一个现行犯 没有 就当场没有另外一个现行犯 对不对 不仅没有一个现行犯 而且他们当中 也没有一个是犯了奸淫的 在当场 可是他们一个个都走了 可见他们突然明白 罪这件事情是从里面的 原来耶稣所说的犯罪 是指的内心 而不是外表行为 这是第一 耶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明罪 他说什么呢 他说罪是从绝对的立场来判定的 罪当成一个整体性 当成一个集合名词的概念 他说是绝对的 我们很难说一个人 他犯了奸淫罪有行为的 跟一个人犯了骄傲 嫉妒或什么的这种信 他是没有关联的 耶稣认为所有的罪 他是有关联的 他是有整体性的 有的时候我们买一个水果 有时候买一个水果 有一个部分烂掉了 以前我们 我啦 小时候家里比较穷 如果有一个水果一边烂掉了 我们就把它 切掉那一部分 然后另外一部分 还可以吃嘛 对不对 可是那要看它切掉的部分 有没有把那个传染过来的东西 弄到这边来是不是 我们或许水果可以这样 但是如果你里面 有一些东西在里面 你有没有可能 传染到别的地方去呢 答案告诉我们 其实是有的 其实是有的 罪的传染性 就是当你说一个谎以后 你其实你一定会碰到 下一个情况是 又为了遮住这个谎话 你要再说一个谎话嘛 对吧 所以你知道 有很多很多的理论 是很有意思的 很有意思的 以前我有一个同学 不是朋友 我们教会一个弟兄 他现在已经过世了 他是经济学的博士 他说 他说 Gambling Gambling Theory 就是博弈理论 他说为什么 他说整个这个企业界 特别是银行界呢 因为他们有可能挪用公款 对不对 他说他们都用一种理论 就是怎么样让你 不要挪用公款 怎么样让你 不要挪用公款 因为我们虽然 有很多的监督机制 尤其以前监督机制 不是那么强的时候 他们要用人心来控制你 让你不要偷 让你不要拿银行的钱 他会设计一套的制度 让你快要想动手的时候 就突然你就升官了 你的薪水就增加了 然后到最后呢 你终于和平的 安全的从副总经理退休 可是中间你有几十次 你想偷银行的钱 你却没有偷 是因为他有个 Gambling Theory 在他们当中 我不要这样讲了 我讲了你们好像都有偷过 公司的钱 你看对不对 眼睛就闪到别的地方去了 我就知道 我们可能没有犯奸淫 可是我们可能犯了偷盗 我们可能没有犯杀人 可是我们一生恨人 只是没有总杀人 所以罪的整体性 它是使罪绝对的立场来判定 罪的这个定义 所以其实耶稣 用绝对的立场来判定 罪这个词是很合理的 你说 其实好像我们读法律的人 特别是很喜欢刑法的人 会问一个问题 你知道这个世界 为什么需要这么多的法院 跟这个警察机关 你知道吗 因为其实都是为了证据 都是为了证据的取得 最近台湾的流行的就是 某人是不是有犯性骚扰性侵的 Me too 对不对 有人去告 然后会不会成立呢 我告诉你 我们用法律讲 不要用内心讲 不要用宗教讲 用法律讲 那个人有没有做那件事 其实它是一个事实的状态 已经确定了 他做了或没有 对吗 可是你怎么样定他有罪 在国家的法律上 是要有证据 其实都是证据问题 你告不赢是因为证据问题 做律师的都知道 谁的证据充分谁就赢了 最好的办法 把举证的责任推到对方去 我先睡个几天 你慢慢弄 弄完了 突然换我举证了 我再醒过来都还来得及 因为在我没有举证以前 你就是输了嘛 因为你要举证啊 所以整个的国家 为什么没办法定一个人有罪 是因为证据的问题 那如果有一个明察秋毫的上帝 那就没有证据的问题嘛 听得懂吗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嘛 那有什么困难 其实罪是从内心的角度来决定的 罪是从绝对的立场来判定的 这个耶稣所提出来的这个原则 是非常合人性的 合人性的 我在讲不是合法律 因为法律是为了很多其他的原因嘛 不然的话你会随便入人于罪 对不对 不然的话你会随便被犯罪 有没有 我也很容易被这个买春 就是我承认说我买春了 那不是买春了吗 可是我有没有买春呢 大家不知道啊 所以为了要让这件事情 能够不会进入困难 所以还有很多证据问题 但是如果是从神的角度 或者从人性 注意听到人性的角度来讲 罪是从内心的角度决定的 罪是绝对的立场来判定的 是很合人性的 我最后举个例子 把这个事情我要把它结束掉了 我要留二十分钟来讲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我举一个例子 我们五个人去杀人 五个人去杀人 两个人进去杀 两个人做一些协助的动作 一个人去把风 然后被抓到了 五个人都抓到了 两个人进去杀人 两个人做协助的动作 一个人去把风 然后那个人被杀死了 请问五个人杀了一个人 对吗 请问一个人杀了几个人 就五分之一啊 是吗 如果我们一起去杀人啊 五个人杀了一个人 无论你是把风的 或者你去动手的 或者你在旁边帮助的 我问你的人性啊 你觉得你杀了几个人 当然是五分之一嘛 对不对 而且我是那最弱的 那个五分之一 我没讲十分之一 已经客气了 我只有把把风 那你为什么把风呢 因为没肿嘛 不敢看到血嘛 我自己流个血 我都快昏过去了 对不对 所以我就说 我虽然要杀他 可是我不进去 你们进去杀 我在外面把风 拿个walkie talkie 对不对 快闪 就被抓到了 我问你夜深人静 你杀了几个人 这样明白了吗 所以杀人是人心的问题嘛 犯罪是人心的问题嘛 它是整体性的问题嘛 那个人是不是我杀的 我问你是不是 不是你杀的啊 你把风那个人 那个人是不是你杀的 当然是你杀的啊 你在怎么辩解 你都只是嘴巴讲出来的 跟你想的不一样 你心里面一定认为 那个人就是我杀的 你晚上睡不着觉 虽然那个不是你动手的 你一定认定 那个是你杀的 这就是罪的厉害 亲爱弟兄姐妹 所以罪是什么 罪它一定是个整体性 它一定是一个势力 它一定是一个 绝对的立场判定的 而且它是内心的问题 好 因为这个缘故 所以我们来看下一个 那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如果如果罪是这样 然后搞了半天 我们当中 我也不要问谁是没有罪的 因为当我问这个问题 你一举手 又多犯了一个说谎的罪 对不对 或者犯了违背良心的罪 对不对 那何必大家 不要陷入这个 这个循环的困境里面 那我们的问题是 好了 我承认我犯罪 我承认我软弱 我承认我有问题 我怎么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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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面对 是good 是善 是全善 是holy 是圣洁的神 那我怎么办呢 你这样我就 我就没有路了嘛 我本来还比上不足 比下有余的 对不对 现在都没得比了 现在就面对一个 完全的上帝 我怎么办 我们来读11节 这就是在解决 知道在这里 我们一起来读 预备 请 他说主啊 没有 耶稣说 我也不定你的罪 我们现在来看 耶稣如何解决 处理罪的问题 罪 我们上个礼拜 已经讲完了 刚才我又复习了 20分钟 来看 怎么处理罪 耶稣对罪的解决 是我也不定你的罪 耶稣对罪的定义 是谁是没有犯罪的 耶稣对罪的解决 是我也不定你的罪 这是什么道理啊 第一 到底谁是没有罪的 其实耶稣说 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 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 后来说 所有人都走光了嘛 对不对 对不对 所有人走光了 对不对 耶稣最后就问他说 那些人在哪里呢 那些人在哪里呢 没有人定你的罪吗 那个妇人说 没有 所以没有一个人 可以在当中说 他是没有罪的 那天耶稣说 谁是没有罪的 他们当中并不是一哄而散 我说了 是从老到上 先想到的 有经验的 或是我们说 绝对的罪比较多的 先想起来 他就走了 上一次我问你们说 是老的犯罪比较多 还年轻 我问你们说 为什么老的先走 年轻的后走 你们后来就跟我说 因为老的犯罪多 后来我算算 我这个问题害到自己了 因为我相对的年龄比较高 对不对 其实你们说的对 的确 的确 我上次故意讲 说他比较老练 他有自知之明 所以他先走了 不是 事实上 当然老的人犯的罪比较多 因为绝对的罪 跟内心的罪 当然是老的犯的多 但我今天问题不在这边 因为罪是跟自己比 不是跟别人比 对吗 罪是跟自己比 不是跟别人比 罪是得罪上帝 不是跟别人比 我问你 你杀了人我奸淫 谁的罪比较大 有大小问题吗 你听得懂吗 你得罪谁 我得罪谁的问题 什么罪比什么罪大 你很难讲 因为他的对象是不同的 我们读法律的人 我常常 因为光都是家事法官 家事律师 我常常跟他讲 我说你们做家事律师 他很辛苦 家事法官也很辛苦 因为清官难断 家务事 我女儿二十几岁 就考上律师 也考上法官 我是想尽办法 说服他 千万不要当法官 千万不要当法官 因为你二十几岁 你懂什么 我真是不开玩笑的 我现在六十几岁 我现在越懂事 我就越不敢判 谁对谁错 你根本不知道 我们的经验 我在教会做牧师 做长老这么久 丈夫来讲的那一套 跟太太来讲的那一套 那两套根本是在 两个家庭发生的 对我而言 我就完全对不上 你知道吗 亨达来跟我讲说 他跟非方怎么样 非方来跟我讲说 亨达怎么样 我就很想问亨达说 你确定你讲的是非方吗 因为非方跟我讲 完全是两个故事 而且那两个故事 而且我看到你的样子 跟他所形容你的样子 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这个东西 别人看到的 跟你自己知道的 别人看见的 别人感觉的 跟你是配偶 跟儿女都不一定准确 因为这个缘故 谁是没有罪的 你知道那个年纪大的 有经验的 自己真的犯罪 他又走了 为什么 他因为想说 这个浑水不躺也罢 对不对 三十六计走为上策 这个问题会处理 最后处理到自己 所以我就先走 我不玩了 所以他会先想起来 他就先离开 所以没有一个人定他的罪 当场没有一个人定他的罪 我们都是罪人 可是我们最大的罪在什么地方 我现在讲下去了 就是我们永远说 你的罪比我多 这是最大的罪 因为你想脱罪 所以你就说 你的罪比我多 尤其夫妻吵架的时候 这个罪管用的 对不对 你讲一个我现在做错的 我就说上次你也这样 对不对 而且你的次数还比我多 而且你比我还mean 我们都是用这种方式 我们就是要逃罪的时候 我们就是不要面对那个罪 可是耶稣那天指着大家说 谁是没有罪的 有种 你拿起来的 没问题 我支持你 可是在耶稣的那个气势之下 没有人做这件事情 因为现场没有一个人 没有犯过罪的 除了耶稣 所以到了第十一节 耶稣问他说 那些人在哪里呢 没有人定你的罪吗 你知道耶稣问他说 没有人定你的罪吗 他说没有 主啊没有 他说主啊没有 耶稣说 我不定你的罪 他说我不定你的罪 所以谁可以定罪 那些人是走了 所以无法定罪 对不对 但是他们不能定罪 是因为他们自己有罪 可是耶稣说 我不定你的罪 就表示谁可以定罪 耶稣可以定罪 耶稣可以定罪 他说我也不定 也就是说 他们都没定你罪 现在只有我可以定 但我却不定你的罪 这样听得懂吗 所以这个世界上 只有一个人可以定人的罪 那就是耶稣 因为他没有罪 我不处理耶稣 有没有罪的问题 因为这个是 会进到很多的死胡同里面去 我们就不处理了 也就是说 耶稣说我是没有罪的 我可以定你的罪 一礼 我可以拿石头 把你打死 因为耶稣从来没有犯过罪 所以耶稣说 我不定你的罪 去吧 从此不要犯罪了 这里讲到耶稣解决罪的问题 他解决罪的方法 的第一步是 谁可以定别人的罪呢 有人可以定别人的罪 那就是耶稣 那就是上帝 那就是神 可以定人的罪 可是 我们现在讨论第二个问题 罪到底怎么解决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 无论是crime 或者是sin 解决罪的方式 只有两种 这也不是我们基督教 特别的发明 我可以告诉各位 全世界所有的宗教 人生的道理 都告诉我们 罪的解决方法 只有两种 解决的方法 一种叫做 处罚 一种叫做赦免 全世界罪都只有这样子 两种方式 一个叫做处罚 一个叫做赦免 你问佛教 我有点研究 你问回教 我有一点点的认识 你问任何的宗教 罪的解决方式 只有两种 一种叫做处罚 一种叫做赦免 国家的法律也是这样 国家的法律也是这样 国家只要有一个人 被抓到了 已经确定了 那么我们的刑法 就规定有两种 解决你的罪的方式 第一个是处罚 几年 就判几年 还有一个就是赦免 赦免比如说大赦 特赦 这都属于赦免的一种 赦免还有假释 缓刑 时效 消灭 这些是属于赦免 跟处罚的混合 混合 它是把它放在一起 有部分赦免 部分处罚 时效的问题 特别是它有权力的净合 权力的净合 人情的考量 它是赦免概念的推论 推定 那我不仔细讲这些细节 因为你们都对刑法 没兴趣嘛 对不对 因为我也不犯罪 我干嘛研究这个 可是我只是要证明一个东西 就是说即使是人世间 所有的法律 对于罪的处罚 也只有两种 一种就是赦免 一种就是处罚 一种就是处罚 可是这个问题 为什么会这样 那是因为出于人的本身 都知道这个问题 就是罪 如果你犯了罪 你一定要面对 没有一个罪是不要面对的 但是因为罪太抽象了 我们先来讲一个 比较容易理解 就是欠债的问题 债 债就容易明白嘛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对不对 圣经上是用这个词 其实因为这个词容易了解嘛 就是我欠光州钱 只有两个解决方式 第一个怎么样 还他 第二个怎么样 不还 对 谢谢你 我喜欢后面那个答案 不是我不还 是他说你别还了 不是我不还 我不可以不还 因为我只能还 但是他可以说 你不用还了 所以 所以 这个债的问题 欠钱的问题 只有两种方式 一个是我还你 对不对 但如果拿去还他 我说光州我还你 你说李哥你对我也不错 就不要还了 我就被赦免了 这样听得懂吗 那这个是很清楚的 因为这个缘故呢 我现在来讲这个罪的问题 讲罪的问题 如果你说我欠你钱 你说不用还了 你不用还了 这并不表示我没有欠你钱 只是你说我不用还 对不对 所以赦免并不表示 那个罪会消失 而是那个罪会不在我身上 对吧 如果你跟我说 你不用还了 你不用还了 我说不用还吗 他说不用还了 他讲完这句话之后 我就不用还了 他过了几天 他又来找我说 李贼你没还钱 我说你不是不用还了吗 他说没有写下字句 那个是证据问题 那是证据问题 我们不管那个部分 也就是说 他说不用还的那天 我就被赦免了 我就被赦免了 好 我现在来处理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罪这个东西 是很可怕的东西 用父母子女来讲最好的 常常很多人跟我讲说 问我说 父母可不可以打孩子 我请问你们 父母可不可以打孩子 父母都说可以 孩子都说不可以 我的想法 是这个问题问得不够妥当 不是可不可以打 而是怎么样打 不是可不可以打 而是怎么样打 我告诉各位 你要把一个小孩子弄坏 很容易 你只要不要告诉他 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错的 而且当他 当你告诉他 什么是对 而他做对的时候 你不做confirm 或者你告诉他 什么是错 当他做错的时候 你不指出来 这个你就是把他 观念弄混了 这个是最大的 torture 不会是现在反应出来 是将来反应出来 一个孩子教得好不好 是你放进去的东西 能不能够解决他的问题 我们有时候在教孩子的时候 我看到很多父母 教孩子的时候 教孩子的时候呢 他教了以后 我现在不要讲 他自己有没有做到 我这个是另外一个部分 那个是更难的部分 简单的部分就是 你教他这样做 他做了以后 你应该说你做得好 这样就肯定了 他你说得对的事情 是肯定了 他如果做错 你说不可以摸插座 他摸插座的时候 你就跟他说 你为什么摸插座呢 他如果看着你 你从他的眼睛就知道 他有没有懂 你以前有说过 不能摸插座 他如果没有懂 你不可以骂他 你要跟他说 妈妈有没有说过 不可以摸插座 他说 你说过 那你为什么摸插座呢 你不要 马上就打他 你要问他为什么呢 他会跟你讲个理由 你最后说 这样是不对的 好吗 好好 那以后不要摸了 摸 好 不摸 他如果三次还摸 你就说 你下次再摸 妈妈就有处罚 听得懂 我现在在讲什么吗 其实人的观念 是一而再 再而三被确定的 而那个被确定 除非你有故意做坏事 不然的话 你那个只是把他内心的东西叫出来而已 那个就是良心 把他叫出来而已 如果一个人做错一件事情 你一个孩子 用孩子比较好处理 如果一个孩子做错一件事情 你告诉他这样是错的 他也知道是错的 他做了 你看见了 他也看见你看见了 然后你不处理他 对他而言 他就在这个地方 画一个问号说 怎么会这样 对吗 然后你就越弄越久 越弄越久 他就会说 你说的到底是对还不对 你这样做合理不合理 就是这小孩子会自动反应 到后来 这个孩子就 是非不分的 因为小孩子最相信的就是爸爸妈妈 从小 从小 我想小孩子 所以他就会发觉说 原来爸爸妈妈教我的东西 他自己不肯定 你知道你要把一个孩子弄坏 最好的就是这样 他做对了 你骂他 他做错了 你不要讲他 这样 他以后他就会分不清楚对错 如果你会让孩子无所适从 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他就会越来越模糊 你知道我们的教会 在这里处理教会 办教会 你们进来 我们的长老们 跟我们的讲员们 是讲得很清楚的 我们一定要告诉你们 圣经上说什么 因为这样你们会知道 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错的 我们不会告诉你一个 模糊的东西 我们也不会告诉你一个 我们喜欢 但是圣经上 不是这样讲的东西 我问你 不要努力 只要祷告 就会赚钱 好不好 我是问你好不好 谁不好啊 对不对 不要运动 我只祷告 我身体的肌肉 就会结实 然后肚子就会消下去 好不好啊 但是有用吗 可是我们都这样骗自己啊 那我不是开玩笑的 我告诉你 不仅我们可以骗别人 我们也这样骗自己 教会今天也这样骗人啊 好好祷告 要喊哈利路亚 一天喊一百次 然后上帝就会听你的祷告 我告诉你 没有这种事 我也想要那样 而且我还可以拼命祷告 让全世界都得救 我就会不去传福音 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 我们的是非对错 都是别人放进来的 如果我们站在 圣教会的角度 告诉你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 我们需要负责任的 你知道我们负责任 到什么程度吗 我们都会害怕我们交错 所以为什么 我花这么多的时间 弄这个东西 如果一个小孩子 他错了 你不解决他的问题 那个罪会一直存在 那个罪会一直累积 会到有一个结果是 最后他会被这个东西 整个吞吃掉 我现在还没讲到 父母亲没有照着 他所说的去做 所造成的伤害 那个伤害是更大的 就是你全部跟小孩子 都交对了 全部都对了 他错了你也处罚 他对了你也奖赏 可是你自己 老是做错的事情 他最后会神经错乱 是因为你交得很对 你自己就做不到 那这样他最后会 你觉得他会听你的理论 还是会照你的样子 当然是照你的样子 因为你比他多30岁 你比他多25岁 你怎么会不是这样子呢 所以一个公司好不好 一个国家好不好 都是一样的道理 一个教会好不好 也是这样的道理 我们长老们在一起 我永远说 对自己的要求 要永远要求超过别人 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因为如果我们 全部都讲对了 那我自己做错了 你怎么办啊 你会疯掉的 你知道吗 因为这个缘故 所以对于处罚或赦免的问题是 罪一定要解决 解决的方式就是处罚 or赦免 赦免 赦免必须是有权人的赦免 不是光州得罪神了 我跟光州说没关系 不是我不能没关系 因为有关系的不是我 是上帝对吗 所以他只能跟上帝处理这个问题 不是我跟他处理这个问题 所以我很抱歉地告诉各位 我好想帮你的忙 可是我帮不上你的忙 我也很希望你们都来帮我 可是你也帮不上我的忙 那就是我得罪神的问题 只有我跟神能解决 那我告诉你 那神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神就是用十一节吧 我也不定你的罪吧 罪了你去吧 这个经文比较麻烦 还是回来看这个经文 他说主啊没有 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 我也不定你的罪 去吧 先不要看后面那句 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 所以他赦免他了 我不定你的罪去吧 他就说你本来应该是被打死的 对不对 但我现在不定你的罪去吧 就是你可以走了 你可以走了 我告诉各位 这个赦免这个问题 就是有权人讲出一句赦免 他就赦免了 尤其这个有权人 当是上帝的时候 他自己讲话从来不反悔的 他讲话从来不反悔的 我今天跟那个子杰最后聊的时候 我跟他说 你知道吗 受洗是为了保护我们 不是为了保护上帝 受洗是为了保护我们 不是为了让上帝高兴 因为上帝讲出去的话 他从来不反悔 他说赦免就赦免了 他说受洗 因为我们是代表上帝施洗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一施洗完 上帝就说算了 就算了 就承认了 接受了 那是为了有一天 我们软弱到一个地步 我们觉得好像没有上帝的时候 好像上帝不要我的时候 我们回头看说 我受洗了 那一个受洗的动作是表明 上帝他答应我们 我们受洗了 他接纳我们 对不对 今天我们是说 我接纳耶稣基督 其实我接纳耶稣基督 是因为耶稣说 我愿意接纳你 你愿意接纳我吗 听得懂吗 所以当我们说我愿意的时候 他就变成合在一起了 就变成神先接纳我们 我们说 我愿意被接纳 可是我们倒过来讲说 我愿意接纳耶稣 这样听得懂吗 其实为了保护我们 因为有一天 我们发觉我们好像坏到 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 你回头一看 上帝说 I'm here Still here 我仍然在这里 你没有问题 所以受洗是为了 让我们软弱地说 我曾经受过洗 并不是说 上帝说你受过洗了 名字记载我这里 你跑到天涯海角 我都追杀你 不是 他正好是倒过来的思想 所以我们的信仰 你要知道 上帝说话是这么的准确 所以上帝说 我赦免你了 我们的罪就怎么样 被赦免了 而且赦免这件事情 是一个很特别很特别的事情 我讲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 我很多年没有讲了 我再讲给你们听 因为这两天 李真从国外回来 就有很多时间跟他讲话 我就想起他小时候 那个时候我们住在 一个很小的房子里面 我们一家四口住在一起 李真就喜欢从 大概四五岁的时候 很喜欢从高的五斗柜上面 跳到床上 你知道那是最好玩的事 对不对 因为那个床是弹簧床 跳下来就会叫 可是因为有点危险 所以我们就说 绝对不可以跳 因为跳下来 你可能弹出去的时候 角度不好 弹就撞到什么东西 然后又有什么尖的部分 不能跳 就规定说 如果你跳了 那我们一定要处罚你 他说好 懂了没有 懂 确定了没有 确定了 都完全知道了 可是我问你 我们没有看到 说他跳的时候 你知道吗 你不知道吗 对不对 所以你永远抓不到 因为没有证据 是不是 有一天 只有我跟他在家 我在那边写奖章 然后秋华跟孩子 跟李杰 大概秋华 大概抱孩子出去了 我走过去 我走过房间的时候 我听到 蹦的一声 我就回头过来一看 他坐在床上 他看到我 他就笑了 我就说 你从上面跳下来吗 你从上面跳下来吗 我一问他 他吓一跳 他看我一眼 然后本能的反应就说 没有 你知道 对我 这样子思路的人 就有法律 跟宗教的背景呢 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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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悔我问了那句话 你听得懂吗 因为本来跳 这个事情 我如果没有发现 他只是内心嘛 对不对 对不对 那如果我问了他 如果我不问他 我就跟他说 好 爸爸刚刚看到你跳了 不过没有关系 这次赦免你 不要用赦免这个词 太难 对不对 我说没关系 下次别跳了 如果这样就等于赦免了 对不对 可是我没有这样问 我说你跳了床吗 他立刻说没有 现在有两个问题了 对不对 第一个跳床 第二个什么 说话 那我就立刻进去坐下来 我就心想说 这这样子麻烦 我就跟他说 我说李珍 跳床是不可以的 爸爸讲过了 我就跟他小语大意 那根本听不懂 小语大意 小语讲了 我说你不要跳 原因就怎么 讲了一堆废话 我事后想废话 当时觉得 这个这个这个 要教你这样 后来我就说 你到底跳了没有 他看我讲话 越来越紧张 对不对 他看着我 然后想一下说 没有 三个了 以后我想说 那这样从 这个道德 伦理 法律都不能解决 要从宗教解决 我就跟他说 李珍我们是信耶稣的 爸爸没有看见 但耶稣是看见的 所以你有没有跳 你要诚实说 这样才好 然后 李珍就这样看着我 然后就这样 这样 然后就把那个背 盖在身上 说我没有跳 因为我跟他说 耶稣看见的 对吗 所以他就讲说 耶稣在哪里呢 对不对 对 他就把背盖起来 说我没有跳 这样 所以连耶稣也不给看见 我后来把背 翻开来 我就抱着他 我说这样 我说李珍 我说你知道爸爸非常爱你 我不让你跳 是因为怕你受伤 结果现在越弄越麻烦了 就是我不敢说你一定有跳 可是我的感觉是你有跳 可是越弄就越麻烦 我说我先告诉你 我 就是不会处罚你 我撤回我当时说 你如果跳了 我会处罚你 我说我不处罚你了 我先答应你 我不处罚你了 如果你有跳 你就要承认 然后承认了 我绝对不会处罚你 我就跟他小语大意 就是说 一定要他承认 他跳了嘛 对不对 他看了我 就想 想了半天 他就说 我跳了 啪啪两个耳光 好小子 你当我小时候都没混过别 没混过江湖啊 我都没骗过爸爸妈妈 我问你 你会不会这样 不会吧 对不对 我当然没这样做啊 我都可以想了这么深的人 我怎么会打他呢 你知道吗 后来我就抱着他 我就哭了 我说跳了就好 跳了就好 其实那是缩写 对不对 应该说 你承认 跳了就好了 其实上帝就是对我们这样 上帝跟我们说 你犯了罪 这件事情是没办法解决的嘛 已经犯了 现在怎么办呢 因为不能解决嘛 那就处罚 我告诉你 就是佛教最后处理的模式 小诚佛教你去读 我绝对不会骗你的 因为我要教这个东西 大诚有另外的处理方式 大圣或大诚 原始佛教会告诉你 这个问题你没办法解决 你要自己修 所以我有一个朋友 他的妈妈在 一认识小诚佛教之后 立刻出家把孩子都放着 那个小孩子才出中生 小孩子出中生 去庙里面看他妈妈 跟他妈妈说 跟他妈妈说 妈 他跟他的孩子说 不要叫我妈 我不是你的妈 但那孩子有多可怜 这就是佛教 我没有说他对不对 我告诉你 他的整个的思路 就是没有逻辑上的误谬 他是一个思路 可是我们的信仰就是说 跳了就好了 我就放过我的孩子 我跟你讲 我儿子不知道我为什么哭 我就抱歉 我就一直哭 我哭他也哭了 他就觉得说 有这么严重吗 问题是 这件事情就是这么严重 因为我如果不赦免他 那这件事情就是 我跟他之间的问题嘛 听得懂吗 因为我如果不问他 就跟我没问题 问题是我问了他 他骗了我 他就跟我之间 有一个罪的连结 就是他这个事情 是得罪我 用他撒谎 你知道为什么 我们基督信仰 say I am sorry 是最简单 最正常 而且是最好的事情 就是因为 如果我得罪你 我最简单的方式 就是I am sorry 至于你射不射免我 那是你的权利 对吗 可是我已经向你表明 我得罪你了 这样我跟你之间的罪 在我的部分是澄清了 至于你射不射免我 那是你的事情 这样明白吗 可是今天我们跟上帝 不是这样 上帝那个部分 他是先赦免 我们就像 我跟我儿子说一样 我跟我儿子说 我收回 我那个要处罚你的 那一个 处罚的那个状态 就是说我赦免你 我当然没有 这么复杂的语言 我就说 爸爸完全爱你 完全接纳你 你跳了 这一次没有关系 当然 后来我跟他说 你下次不要再跳了 听得懂吗 他先说 我不定你的罪 去吧 可是这句是另外一句 当我跟我儿子说 没有关系 你跳了就好了 因为我已经取消了 那个部分 你知道我就抱了我儿子 我就一直哭 那我儿子也哭 如果故事到现在 就结束了 也不够 也不够完美 那最完美的是什么吗 我儿子在之后的半个多小时 他没有离开过我 他就一直拉着我的裤子 他就跟我说 爸爸我好高兴 我好高兴 我好高兴 听得懂吗 因为他做错了一件事情 那个规则是我下的 他抵触了我的规则 他应该受到我的惩罚 可是罪 只有两个方式解决 一个是处罚 一个是赦免 我采取了赦免的方式 其实我可以告诉你 那一天我说 你跳了没有 他成了不成了 我都打两巴掌 我告诉你 他的罪也赦免了 听得懂吗 因为他违反了我的规则 所以我处罚你 解决了我跟你之间的问题 可是处罚 会让他下次更怕我 同意不同意 处罚可以让他下次更怕我 就更夺我 就更小心不要得罪我 你知道人跟人的关系就是这样 就是当我对你越harsh 你越顶 然后我就越harsh 到最后会有一个人退 然后我就越进逼 他就一直退 其实最好的方法就是 我先认错 因为没有一个人是全对的 对不对 我太太常常跟我说 你为什么跟别人相处 都先说I'm sorry呢 我说就算他99%是他错 我可以被say sorry for 我那个1% 可以吗 那不是很好吗 所以我就没有得罪你了 我没有得罪你 亲爱的弟兄姐妹 赦免这件事情 是上帝已经做的 而且上帝已经早于 我们犯罪就先做了 早于我们犯罪就先做了 那就是刚才我们的 任性里面的 钉在十字架上 对吗 耶稣说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你要知道 他说我也不定你的罪 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这个是解决了 耶稣跟他的关系 或者解决了我跟我 儿子的关系 可是如果这个罪 有牵涉到第三者的时候 那个问题需要解决 对吗 听个懂我在讲什么吗 如果这个罪牵涉到别人 怎么办 所以耶稣基督为了这一件事情 他其实需要付上任何 另外一个代价 那就是 第一谁是没有罪的耶稣 第二罪的解决方式是 处罚或赦免 第三就是赦罪的方式 就是耶稣的救赎 他要替我们成为罪 当他说我赦免你的时候 那个罪是回到他那边去 因为还有一个人在看这件事情 那就是上帝 上帝让耶稣基督 来赦免我们罪的这件事情 耶稣基督要对上帝有交代 那个交代就是 他承担我们的罪 所以剥禀的时候 为什么我们纪念 耶稣基督承担我们的罪 是因为他赦免了我们这件事情 罪要回到他身上 众人的罪都归在他身上 这样讲有点不太明白 这样 爸爸带一个孩子 去百货公司买东西 就跟孩子说 你在这边玩 玩具店玩 爸爸去买我的钢笔 就跑去买东西 买东西到一半的时候 有个店员拎着你的儿子来看你 就跟你说这是你的儿子吗 是 他在我们那个店里面 偷了一个东西 他又说没有 后来我们在他包里面找到了 所以他要赔 你要赔三十倍 或者我们把你的孩子送去法院 我问你 你这个爸爸怎么说 放了我的儿子吧 有用吗 没有啊 因为这个问题需要解决啊 所以当你说好把儿子还给我吧 他说很简单 你还我三十倍 我就把你的儿子放了 因为我们那里贴得很清楚 偷窃的要还三十倍 不然的话我们就会把你送到警察局去 当然你可以说送警察局嘛 没关系嘛 我这只是个举个例子而已 现在不会罚到三十倍啦 我只举个例子而已 可是这个爸爸如果把儿子领回来 你就要解决这个问题啊 所以耶稣基督的救赎是 当他说我也不定你的罪的时候 是我不定你的罪 是把你的罪移到我身上来 所以耶稣基督还是钉十字架 而且当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时候 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所有的人 钉完十字架了 所以我们其实只要做一件事情 我们现在还是会软弱 还是会犯罪吧 你会不会 那你们教会比较好 我是还会犯罪 我常常还是很软弱 我还是会恨人 我还是会嫉妒 我还是会骄傲 有的时候我还会觉得说 为什么他就比我好命 对不对 为什么他会这样 我也会这样啊 或者说如果我也怎么样 他怎么样 我就怎么样 想很多很多 后来我就发觉 我错了 我错了这件事情呢 并不是我真的得罪了光州了 因为我恨光州 我也从那边跟光州说过 光州甚至都不知道我恨他 可是我得罪了一位 就是那位上帝 简单的方法就是跟上帝说什么 我错了 我错了 而且我还做不到 我现在跟你说我做不到 我求你赦免我 之后我还告诉你 我以后三年都还做不到 因为光州比我好太多了 我没办法 这样 那你就反正每错一次就认一次 每错一次认一次 你猜要多久会好 我告诉你 就个别的事情来说 没有认几次就好了 就个别的事情来说 但因为罪的整体性太大 所以你处理的这个 那个还有 处理这个还有 不过没关系 因为耶稣的宝血 一次赦免我们所有的罪 你就是想到了去处理 你想到的处理 是为自己的好处 并不是为神的好处 因为他一次已经解决 所有的问题了 所以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 其实应该是很自然的 你不要怕上帝 因为他早就知道 我们是怎么样的人 罪和罚是很清楚的 罪是我们每一个人都犯的 罚上帝用了一个方式 就是谁是没有罪的 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知道 耶稣基督的救赎 解决了我们所有的问题 最后了 那天那个妇人被抓来 对不对 她是承认自己有犯罪的 对不对 文师跟法利赛人 是要来陷害耶稣 以及要把这个女人处刑的 请问耶稣讲完这个话之后 他们怎么样 走了 请问那些群众后来呢 来听到的 也走了 对不对 所以坏人也走了 好人也走了 剩下罪人在场 是不是 结果这里面 只有一个人被赦免 是谁 就是那个罪人 就是那个罪人 我不知道 这两次你听完了之后 你是带着什么心来的 你是好人 还是坏人 还是你说我是那个罪人 只有承认自己是罪人的 如同这个女人说 没有人定我的罪 耶稣说 我也不定你的罪了 你是哪一种人 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向你献上祷告 求你帮助我们 我们今天把圣经里面 最基要的一卷 一章 一段 讲清楚了 就是我们当中 所有的人 如果我们 够细腻 够清楚 我们知道我们是个罪人 我们今天没有被 这世界上的人定罪 是因为他们不认识我们 或者他们没有证据 但我们知道 我们的软弱 我们的不足 我们的缺憾 我们求你自己恩待我们 帮助我们 我们也求你自己恩待我们 就是我们像 那个 现场被抓到的淫妇一样 我们可能没有他那个罪 可是我们在罪的整体性 内心跟绝对里面 我们跟他没有什么差别 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 求你自己帮助我们 如果我们当中有人 现在从内心说 我愿意承认我的罪 求你赦免我 求你赦免我们 求你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现在要分散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交通 安慰 鼓励 提醒 与我们 众弟兄姐妹 众弟兄姐妹的家人 和神在普世的众教会 同在 从今 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